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都踢得很危险到最后才板回两个球 没有梅西的巴萨真是不一样 你说足球这事靠个人的成分能有多大 你看现在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实巴萨现在前面另外两个前锋也是世界一流的 内玛尔巴西的第一号 对啊 对不对 那个苏牙 苏绍 对对对 苏绍 香港的解说 苏牙也也很厉害的啊 这个都很厉害 这MSMSN嘛 他们说 但是少了这个M啊 没没老板啊 就是不一样 因为他拉回来提中厂 你知道我们翻译苏牙雷斯 对 香港的这广州话的解说就叫少牙 是不是 苏少 苏少 就叫苏少 是吧 我们翻译叫内玛尔 对 香港的解说就是尼玛 尼玛 我怎么听 尼玛又紧秋了 尼玛又紧秋了 他到底是想骂人呢 还是想说他紧秋 我说这个香港话解说怎么听听天玛尔巴西的 尼玛又紧秋了 然后那个没戏的很多人就没戏了 没戏了 对对对 他不紧秋他们就说他没戏了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咱们这个不能说人家这个韦杰 人家不感兴趣 韦杰喜欢什么球 我足球我也喜欢 我们之前也常做足球的 真的真的 对 但是今天韦杰在这 咱们还是谈谈婚姻家庭与爱情 当然 恐怖情人 恐怖情人 对反正这个节日已经过去了 咱们就谈点不好的事情 惊悚时间 前段时间 你知道我有个网络视频节目 我就讲了这个事情 我讲了这个事情轰动一时 轰动 但是我讲的时候 他们给我看的是截图 给我看的是截图 我跟你讲 徐老师 我今天给你看这个视频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动起来的这个图像 和这个截图的这个冲击力完全不同 我且跟你说是什么事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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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吧 不是安徽吧 有个天长市 天长市啊 他有这么一对夫妻 已经离婚了 哎 你说韦杰现在有这种生活方式吗 就说离了婚 还住在一起 对我也看不懂 什么叫离婚不离家 就可能两个 我觉得估计两个人的那个生活能力 没有办法 说再去租个房子的话 还来不及 也许才刚刚离婚都还没有班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因为有个小孩四五岁 说因为孩子 但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 你就是说你这说明男的女的 甭管离不离婚 只要你们还住一起 哎 弄弄弄弄就还跟夫妻一样 因为你要说真离了 你干嘛还怀疑这个女的偷人呢 对吧 就说中秋节那天晚上 这女的可能回来晚了 老公就觉得她偷人 偷人呢 离婚以后就不存在偷人 这一说了 对啊 对 但是为什么这个女的要辩解呢 说我没偷人 这说明女的也认同这个潜规则 你说这有意思吗 无视婚姻法 哎 那如果说那女的回答说 关你什么事 应该被打得更惨吗 对 换个角度想 就说我辩解完 也许我不被打 但是我如果辩解说 关你什么事 我们都离婚 那不是被打得更惨吗 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弱势的妇女啊 她们其实啊 是容易被一个东西给框住 这就好像有时候这个什么 比如说我就发现 很多人就是这样 就是说 谁把这杯子放倒了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 不是我干的 你知道吗 就是尽管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有时候弱女子就容易这样 本来她没权利问你这个了 但是呢 哎 她拿着菜刀以威胁 你是不是偷人了 那女的说没有啊 没有啊 辩解半天 是不是也说明习俗上的婚姻 比法律上的婚姻更管用 很多人的婚姻啊 其实 其实她主要还不是那张纸 就是拜喜酒啊 就是大家认同啊 所以她那个离婚不离家 就是没有摆脱那个事实的婚姻状态 你说对了 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啊 为什么清关难断家务事啊 这个男女啊 你们只要住在一个屋里 哎 你们就说不清楚 说不定你们照样有夫妻生活 过过过过就跟夫妻一样了 所以就拿着菜刀上了脖子了 就说哎 你偷人 结果这个女的这个时候 有点法律意识了 就是说觉得受威胁 受威胁呢 就是第二 哎 其实咱们现在真说不清 这东西只有这女的才说得清 他找了一个男的 说这 说让这个男的带着他呀 去公安局报案 但你说他跟这个男的有关系吗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关系都没关系 对啊 因为他现在没有 我们不应该追究这个事情 有没有关系都没关系 对不对 因为他们已经离婚了 然后这个 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前夫 还控制着他 就打电话不接 说不在公司 然后开着车 就在后边跟踪 跟踪就发现这一男一女 9月28号上午 这一男一女 到这个天长市公安局门口报案 在大门口 一下车 这男的我估计眼睛就红了 终于看见肩膚了 好家伙 这一踩油门 把这一对男女啊 从公安局大门外头 撞飞了 撞到公安局大门里头 撞出那么远 而且问题在于 你这个视频 你待会看 他这个残忍的 就恨了 恨到一个什么程度 撞成这样 撞死了一个啊 他下了车 还冲那个男的 那男的脑袋很踹 又回来冲这女的很踹 这女的撞的也是骨折了 很踹 来回踹 来回踹 然后就被警方控制起来 抓住了 他还是说 我不后悔 弄死他们这个狗男女 你说这这男的 能够狠到这么一个程度 哎 这叫激情犯罪 现在故意杀人罪嘛 当地警方已经发证明 发声明了 我跟你说 连把这个视频透露出来的 好几个人都给吵了 公安局门口的保安 清退 对 是吧 然后这个谁把这个监控录像 泄露到网上的 那个职员好像 也一样被 开除 也给吵了 也给吵了 咱们现在就看看 我就说这多么有冲击力 你说丧心病狂的这个视频 这是人家的 过来 对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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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这就说 这个词 那个词 的 昨天都不知道 Common, 担心的 这添加热 我觉得这个人疑面 这个启ун神仰西安 к讨厌 这么一样 其实不是 ï Gaub 一瞬间 7年里的了 20年里可以倦卷 Etnome 4Gb 痛心而已 冲冰 Bee 15天 我觉得这撞死这男的 这真是个冤大头 这死的太冤了 带这女的去报案 他给撞死了 把他给撞死了 而会你看这女的反倒没死 你看看这个照片 他本来要 现在在医院 反正也给撞骨折了 你刚才看见这男人 狠到这程度怕不怕 其实我觉得 我其实会觉得 可以暴力成这个样子 他前面一定有 类似的暴力行为 不然不可能会 我觉得人做坏事的时候 都还是会怕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要伸手打你 如果没有打过 我可能也会游移一下 或是我会慌之类 但我觉得这是完全不游 他是完全的 就是很直觉性的 就去打去try去干嘛的 我觉得肯定他就是 长期就是 就是有这种暴力行为的 这种要叫那种犯罪心理学的人来分析 其实像这种犯罪呢 其实就等于自己也是要死的了 就是想好了了 我把你弄死 而且你知道 你觉得他是想好的吗 不是不是想好 但是他是做了自己也死的准备的 就是公安局的门口嘛 你这样杀人嘛 自己这个这个后果 基本上就等于是 自杀式的了 就是等于自己 他他并不是说 自己想逃脱罪责之类的 那就没有 他就是我到这一个份上 我就什么都不顾了 我就就这样 这个这种心理是 我们常认难以理解 但是我想翻译心理学 一定有办法分析 他们不是叫这种叫激 激情是什么杀人吗 这就是跟这个 现在争论就是说 他算不算预谋的 因为也有的人可以说 他的预谋 因为他很远的路跟过来 对不对 当然也有人帮他辩护 就是说他就是 就是一时兴起来 他如果他预谋的话 他完全可以用别的 我感觉应该不是预谋的 我的感觉就是火着眼 其实男人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住的工厂宿舍楼 就有那个的 你说这个男的 就是给戴绿帽子 一进门 有时候看见 我小时候我们工厂宿舍里 有挺有意思的 就是有这个女的 是当年那种被解放 被解放了的妓女 你记得吗 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后 从凉了 然后就嫁给老公 结果这个女的 就是妖娆 我记得这个女的平常 就是在当时 好像是烫头发 还是怎么着 看着她就是 特别注意打扮 给幼年都文涛留下 很新的印象 没错没错 对卷头发 我特别的爱好 对对对 就是身材丰满 就是然后呢 有一天 我就喊起来了 我就楼到了一群人 拉着他那个老公 他老公就举个菜刀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女的可是别出轨 你知道吗 男的出轨 女的是傻话 男的出轨 女的跟你下毒药 还不一样 或者举报你啊 我觉得男的比女的危险 为什么 女的你看 其实我刚才跟他讲 我这么一说 又感觉好像我是直男癌了 不是 我是说 一般来说 你看女的 他有什么手段 最多就是举报你 不 我有一次 在深圳坐出租车 那个司机是一个东北人 他就跟我说 东北娘们的好跟不好嘛 其中就有一条 他讲他有一天睡觉 朦朦朦朦的 觉得旁边有人 眼睛一睁 老婆拿了个菜刀 坐在他边上 对的 也有 后来 后来我说 你后来呢 他说后来还是好的 娘们还是好的 他说我知道 他不敢 对对对 所以说这份 这事还真是 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男女都一样 一样危险 你知道那个哪儿 我发现忘了是佛山呢 还是顺德那个地方 去年出过一个 就是还是一个什么 这女的跟他老公离了婚 女的不依不饶 女的一定要让他老公复婚 然后他老公就是不肯 然后这女的缠着他老公不放 最后到什么 他老公骑着摩托车 就要走了 扬车而去 女的咔就坐在这个后座上 然后他老公也不管 就骑着摩托车 然后这个女的到后来 坐在他后座上 就手伸到前边 就把他前夫的这个裤门 给解开了 然后把他前夫的这个 这个这个小 不是小鸡鸡鸡了 就把他前夫的这个 这个生殖器拿在手里 很奇怪 夫妻关系 他前夫照样开上摩托车 然后最后呢 只觉一阵温热 他拿刀片啊 给他搁下来了 搁下来了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还有意思呢 对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搁下来了 说这女的就问他 这对夫妻啊 我觉得真是狭路相逢 这女的就问他前夫 就说去不去医院 他前夫说 我这我这伤啊 去了医院 一两天出不来 他们有孩子 我就把这个零花钱啊 先送给孩子 再去医院 好吧 他老公就 起步了 躺着血啊 就先给孩子 送了零花钱 然后回去 这时候已经到医院门口 已经昏倒了 是血够多了 这是真事 这是真事 我给你先欣赏 这么好的老公 怪不得女的不舍得 对 用这种办法 受伤都还记得给零花钱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这次是真事 我给你先回来 我先回来 我先回来 可能因为 就是说是 我就是比较关心妇女 就其实女的狠起来 跟男的一样 对吧 但是呢 有时候我老假设啊 我是一个女的的时候啊 我觉得你们男的真可怕 就是因为我自己都觉得 女人真是很没有安全感 就是你看一个男人 有的时候他 你跟他好 就还得罢了 我见过好多 因为我从小就受过这个刺激 就是我们小时候 石家庄那个就非常著名的 两个职工谈恋爱 谈不好了 等公公系车的时候 这男的拿的瓶硫酸呢 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太多这样的事了 就男的就拿硫酸 泼着女的 我们那有好几个女的 都给硫酸泼 所以我从小就觉得 这个男的这种东西啊 他一个是里边 掺杂的一种忌妒 性的那种战友 你知道吗 就是他好像格外 能干出这种这种事来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是啊 但我觉得就是 台湾会比较少 台湾也会有类似的事情 然后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赞成 就是说大学生 一定要去上什么两性关系课 或者是什么分手课 现在有大学开这样的课 对对对 之前那个天津大学 就开了类似的课 然后台湾也有不少的学校 都是有开这样子的课 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就是分手跟在一起 这件事情都是 正常交往都会遇到的事情 在一起这个表白或什么的 那个你可能很容易去上手 可是分手 怎么样说分手 跟怎么样分手的很安全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其实咱们说分手 这么很平常的事 可是我现在觉得处理不好 尤其是现代社会 人们心里都不太正常 你知道吗 就是包括有些年轻孩子 比如说独生子女 这种 他们叫极少数的 他有的时候 他根本不能接受 我失去你 而且我一旦就发现 我失去你 他可能会采取 毁了你这种办法 你比如说就是 现在就是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 就没听说过这么干的 就现在特别多这么干的 就比如说 你的女的 你敢离开我是吧 过去用手机拍过点什么 两个人的那种 那种不雅视频什么的 撑就给你放上网 就或者威胁你 这样的事情不再少啊 所以咱们说 女的夜情的代价 他比男的甚重 据说考虑的就是这两个 一个就是生理上 女的会怀孕 男的没有责任 第二个就是说 女的其实很怕一个男的 就算我 我别的不计较 但是你怕上一个男的 缠住了 对 女的缠 男的相对难一点 对不对 男的缠住 我今天跟你发生个什么 你以后就老缠了 然后等车的时候 你拿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那女的就害怕了 你半夜整天给你打 那种不听的电话之类的话 对 这种发狂的是很害怕 对而且有时候像女生来说 有时候你真的是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讲道理 当这个人可以讲道理 有时候你还可以 就是我们好好讲 但这个人不讲道理 有时候你其实是 想不到招去治的 我曾经遇过一个男生 就是追追我 然后他我就不喜欢嘛 不喜欢就跟他摔摸 我们就要叫 哦不行 他会疯狂的打电话到你的办公室 真的是疯狂的 疯狂的 疯狂的 而且就是他大概也知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 你比如说你的公司的电话 或者是你在哪里 会哪里出没 会去你家按电铃啊 去干嘛之类的 你真的会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你有讲理也讲过 那你就像你讲 那我怎么办 我可能也许说 我可能告诉他的家人 请他制止他 或者说 因为他也没有到 伤害到我的地步的话 我又不能报警 就是他很难 就是那种初级阶段的骚扰 但是他如果不是同事关系的话 你还没办法告他 对 所以很多人说 女的在男女关系交往都比较保守 有很多是很现实的原因 你缠不过来 还有张玲说的爱情使人变得高尚 但是一旦失去的时候 就会使人变得low 你刚才讲的情况 其实就是有两种情况 一个人就是爱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了 一个就是你讲的不择手段 就本来这些事情 你是不虚于去做的 从最低级的最浅的 比方说 查看你的手机啦 偷看你的个人的材料啦 把你的电脑里边的什么东西都挖出来 藏在那里啦 对不对 这种的方法 平常不该做的嘛 但是我为了失去 或者害怕失去爱 或者是惩罚爱得不到 才用这样说 还有的 我假如认识 我跟你不好 我怎么办 我认识有公安的人 我亲戚 我就请他来 想办法 是是是 我整不到你吧 我知道你跟他来往 那我整他 我叫公安去 他开个店 砸他那个店 搞一个什么方法 在香港就很多私家侦探 你知道吧 就整天的盯着你 就是搞 其实这种手法 你仔细想想 你用这种手法 拉回来的爱情 有啥意义的 对 就已经是全坏了 你被你的 这个lover知道 你是用这样的方法 在对待他的话 你还能 但是人有时候 急起来就是这样 就不择手段 这是 我觉得这个里边啊 就有很深层次的原因 这是一种人格 这是一种人格 就是不能接受 这个失去 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啊 被别人 这个抢去 对 你知道 我不要还行 但是你不能 不能不要我 对 就说 我觉得是一个 我有跟你 我要你 跟你要 我不一样 如果今天是 比如说反过来 如果今天是这个男的 去外面有那个外遇 或干嘛之类的 可能女生 不会是这个样子 但我觉得男生 对于女孩子的 那个占有欲 是胜过女生 对于男孩子的占有欲 你觉得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 我也觉得是 而且我觉得那是一种 我不知道是什么 用类似那种 Trophy 或是奖杯 或者是说 他就是我的附属品 的那样子的感觉 去对女孩子 就是 你去看什么前男友 或怎么样之类 你就发现 其实都是有 就是类 我之前看过一段短片 他也是类似 就是一对 就是不断 不同的这个情侣 的前男女朋友 坐下来 通常女生就会 就是我们都分了 我们就是正常交谈 但是男生 通常都会有一种 会害 就是 就觉得好像是 我们之间 还有一点点什么的 那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 曾经拥有过 他还是他的 在 如果别人来抢的话 还是会有那种 想要去拿回来的 你 你知道就是 有的这个 对分手 女友交朋友 也是不开心的 对男人来说 就会觉得说 今天跟我牵手 明天要换人 那种感觉 就算他不爱他 或是没有像以前 这么爱不开心 还是会吃 不过刚才讲的那种 不择手段来对付 自己所爱的人 我觉得这是 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 这个其实是比较low的 比较不应该有 但是还是人性 但另外一种 我就不能理解 就像刚才讲的那种 就是说 我拔不他死掉 你说这种极端 车子撞 付出实现 很少 但是这种心理 你觉得普遍吧 就是有时候 恨起来 两个人要分手了 有时候嘴里都会说 我拔不你出去 被车撞死 那这种情况 就是有两种说法了 有的人说呢 这种时候说法 只是说说而已 就是一时泄愤 说说 但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 如果他真有办法 真拔不得你死 就是如果说 我要是失恋了 我觉得我感觉到的是 巨大的这个悲痛 是伤痛 人家化悲痛为力量 我就说 我怎么不能化悲痛为力量呢 我好像就是没觉得 还好没有化成力量 不然现在可能在 你只是就是说 痛的不行 但是不会觉得 我要弄死他 就这个 一劲我没有 一般情况下 是跟权力有关 像刚才那种啊 我为什么说他自杀死 因为他自己也是死路一条 将来 不是死 也是无期徒刑 对不对 他这个蓄意谋杀 但是好多次 干部的情人 或者老婆 被车撞死 我们这种事情 包括好多次了 对不对 就是毁了你吗 对 他就是利用权力啊 所以他化悲痛为力量 这个 还化悲痛啊 枪枪三线性 广告之后见 这个男的啊 有的男的 真的就是 他要是谈恋爱 你说这个爱情 对他来说呀 是一件控制和占有 然后呢 他就是 你老说女人爱吃醋 我跟你说 这劲可没男的厉害 这男的啊 无时无刻不打电话 然后怀疑你 这女的 你出去 是跟朋友一起玩了 是同性朋友吗 是谁谁谁 甚至他跟踪你 我就曾经见过一个 他的那个男朋友 是个东北的 那么个爷们啊 哎呦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 他甚至身边派个保镖 就这个 这个女的啊 这个女的就是 这个男的要求 一个一个保镖 随时跟着他 然后这个女的 要跟人吃饭 都要 这一顿饭之间 他就几个电话 都能打过来 就是你到底 跟谁在一起 你可什么 就这种禁锢啊 他就是 这是恋爱吗 我觉得这不恋爱 他就只是想要拥有 但为什么女人也愿意呢 我觉得也许不是说 他真的是一个爱情上 多爱这个人 或者是说 他很愿意去接受 而且他没有 其他的选择 如果说你看 这个人重复放了保镖 然后又只有 夺命连环 抠货干嘛 他怎么离开 这个现状呢 他有其他的路 可以走吗 对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女孩 虽然现在是 跟这个男的谈恋爱 但是我很怀疑 如果这个女孩 有一天要离开他 他会做出什么 什么事情来 那就很可怕 但这种可能是 等于是像 一个交易 就是我已经投资了 我已经是 我可能很有钱 你看我还派一个人过来 这都是要本钱的 所以这个 这个中间的关系 已经不单是 一般的男女的关系了 那一般男女的关系里边 你讲的对 男的对于 女性出轨的容忍度 比女的对男人的 这个宽容度 要小得多 对 对 一般男的 就是说 这个呢 这个问题就讲起来 就复杂了 这个到底是 社会的不公平呢 还是说是 天性里边 就人性里边 本身就有这么一个 分歧在呢 就是说 我最近从看 那个 保法力夫人 Floby的那个小说 你知道这个女的 不满意自己老公 两次出轨 最后走投物路 死掉 看整个电影的时候 一直在觉得 这个女的很糟糕啊 这个作为一个老婆 你看 这个作物啊 什么什么要钱 但看完了以后 再想 假如这是一个男的 他就不会走到死 就是一个女的 犯了这样的错 这个社会就容不到她 你觉得你们出轨的自由 是不是被限制了 没关系 反正大家听不到 我不会回答你这问题 听得到 自动自己相应 拜拜